电影票房突破200亿的暑假党有在眼前 大片云集的国庆党紧跟其后就要来啦 话不多说 先来看一波媒体预测票房吧 大概摸个底 2023年电影国庆党其实是一个双党棋 结合了中秋党可谓竞争加倍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针对国庆党上映芯片 目前媒体给出的票房预测都不算太高 想看人数排名前五的大片们 竟然没有一部预测票房过30亿 坚入盘时预测票房最高24亿 最低12亿 这可是大倒张一谋指导 是帝雷家英影后周冬雨参演的大片 还集合了张国立 陈冲等一众老戏股 媒体预测都没过30亿 前任四 英年早婚预测票房最高19.5亿 最低15亿 2017年前任三票房就近20亿了 六年后电影票价大幅度上涨 媒体反而降低了预测 志愿军 雄冰初级预测票房最高13亿 最低7亿 这可超50位明星参演 党期内唯一一部主旋律大片 媒体预测连15亿都不到 莫斯科行动预测票房最高9亿 最低8万 输入错误吧 党圈导演配上刘德华 搭档还有张寒宇 题材和演员都在舒适区 媒体连10亿预测都不肯给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预测票房最高7亿 最低5亿 虽说开心麻花的喜剧 愈发令人失望 但媒体如此大幅度降低预测 也是有些让人意外 当然了 国庆党一系列大片们 并没有被媒体过于保守的预测打击信心 一个个都忙着各显神通呢 譬如 坚如磐石 默默避开了有关周东宇的宣传 再譬如 陈分宇 早早开始清理负面信息 大量投诉此前风波内容 综合看来 看起来十分低调的志愿军 雄斌初级 似乎成了国庆党争议最多的电影之一 志愿军 雄斌初级 一官宣人物海报 王传军的中分发型 和小丑海报就遭到质疑 志愿军 雄斌初级 一发布片花 张子峰吃土豆片段 就被质疑演技 志愿军 雄斌初级 主打宣传张颂文 王传军 制作了王传军和原型对比视频 又因为时间线出错被质疑了 不过 要说志愿军 雄斌初级 整部片子遭到最多质疑的 还得是陈凯歌 和陈飞宇 志愿军 雄斌初级 发布了周深演唱的主题曲 相关MV评论区几乎所有差评 都集中在这对父子身上 其中就涉及了陈飞宇的私生活 也就是他投诉要求下架的那些私密照 不仅如此 还有爆料称 志愿军 雄斌初级正片 陈飞宇 西愿不少 堪称灵魂大男主 更是引发了网友不满 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爆料不完全可信 只是一边是清理负面信息 一边是志愿军 雄斌初级 仅发布了一个预告视频的某平台账号 一共带了三个人民标签 就包含了陈凯歌和陈飞宇 也能理解网友为何会担忧整部电影成为陈凯歌捧亲儿子的工具 联想到陈凯歌本人又是起诉恶搞他电影的胡歌 又是要求UP主手写道歉信 到了儿子陈飞宇 又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操作 确实是一家人 最后也想说 如果批评不被允许 则赞美无异议 再怎么删除陈飞宇的负面信息 也删不掉大家心中的疑虑 既然陈凯歌坚持 举嫌不必轻 在陈飞宇被曝斯密赵之后 仍然没有调整他在志愿军中的戏份 那么就希望他们一家人 能够坦然接受网友们的合理评价吧 本文未经受授权严禁转载 为者必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